由于正面剧的轻功斗剧严洗攻略 可以称得上是近年来国产剧的良心之作 剧中后宫非评为争宠彼此勾心斗角的紧张情节 令观众看了血脉喷张直呼过瘾 如今这部神剧算是华丽的下线了 但是却留给了观众一系列的疑问和讨论的话题 尤其是剧中的大反派儿情 更是长期霸占热搜榜单 儿情从开始一个温文尔雅的宫女 变成后来不知廉耻的绿茶柄 让观众恨得牙痒痒 她不仅拆散了魏京洛与傅恒这对有情人 而且在其如愿以偿的嫁给傅恒后 还设计爬上乾隆的笼床 接二连三的给傅恒送了几顶绿帽 观众们惊呼 当年还珠格格种 那个给紫薇扎针的绒模木 也不过如此 儿情在剧中坏事做尽 好在最后的被女主位映落 干净利落的收拾了 但是随着儿情的死去 有一个事实的真相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那就是儿情所生的儿子福康安 究竟是谁种下的主 便无人知道了 剧中在候选人有三个 他们分别是傅恒 傅恒的弟弟傅先 还有乾隆皇帝 首先被排除掉的是傅恒 这位温润如玉的君子 在剧中从始至终 都只喜欢贵定落一个人 傅恒的是女青年 一辈子掏心掏背的对待她 都被傅恒赤裸裸的忽略掉了 更何况是心肠歹毒的儿情 事实上 傅恒和儿情虽有夫妻之名 却从来没有夫妻之识 要说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 这概率和连续中了好几期 五百万的大奖一样为零 再剩下的两个候选人 乾隆和傅谦这之间 到底谁才是福康安的亲爹 这部剧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傅恒曾猜想一切都是耳情的谎言 福康安并不是乾隆的儿子 但是这个猜想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 唯一知道事情真相的耳情便一令呜呼的 从此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傅恒后来战死沙场 在迷流之际仍然不明白 福康安究竟是谁的儿子 观众们自然也是无法得知事实的真相的 不过从乾隆对福康安的态度上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 在傅恒死后 乾隆便以嘉奖忠臣后裔的名义 让福康安进宫和众皇子们一起读书识字 千万别以为这只是小恩小悔 这个在当时来说 可以说是乾隆古人后无奈者的意思 设想一下 乾隆的继承人肯定在这一群人中间 乾隆让福康安和他们一起读书 明白这是让傅恒提前与未来的皇帝搞好关系 以便日后被皇帝重用 由此可见 乾隆确确实实是把福康安 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对待的 而且在真实历史上 也有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说法 虽然无法考证 但是却也像是那么一回事 福康安是整个清朝除了三藩之外 唯一一个异性封王的人 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